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常常会有同修的亲友善性 他舍抱往生了 往生了呢 我们的出家众 还有我们的居士大德 都会去祝念 做临终关怀 常常看到要往生的人呢 都是很恐惧 都会掉眼泪 有很多的悔恨 很多的开叹 然后他会说 他最放心不下的人是什么 他放不下的事情是什么 然后他很害怕 不知道自己要去哪里 通常都有这些问题 其实这些生命的根本问题 要健康的时候来解决 健康的时候来探讨 如果是重病 年老 或者是弥留之际 恐怕会手忙脚乱 来不及准备好 来不及准备呢 通常灵终的一念 在佛教讲灵终的一念 它是非常重要的 灵终的一个念头 如果是正念线前 心不颠倒 他去的地方 也就是他这一世结束 他的另一世 当下就展开 他的另一世呢 会去比较好的境界 如果他灵终的一念 就是开叹 悔恨 或者做了很多的错事 有罪恶感 或者他会觉得 他看不开什么事情 放不下什么人 或者他的财产没有分配好 人生有很多的遗憾 这个灵终一念是负面的 他可能就往下走 在佛教讲的下三道 通常最多的是什么 鬼道 这个社会上 大家几乎家家户户 现在年轻人少一些 老一辈家家户户 几乎都拜祖先 年轻人不拜了 就孩子 老妈妈老爸爸那里 房子那里都还要去拜 逢年过节要去拜 拜祖先不是只有追思感念用的 祖先 这个神位 就是让鬼道的众生 暂时安住的地方 他没有地方去 但是 没有佛法的人 拜祖先 我就讲是感念主德 家里 家里老拜着 家神呢 他也不是就近的方法 那是要超度的 超见的 所以 你看我们家都拜祖先 那证明很多人 他没有修佛法 吃饱了以后 就跺在鬼道了 但是鬼道呢 我们在做子孙的心 是不是要拜奔菜 要收金座 要做基 为什么 因为他们也有这些需求 然后呢 这个子孙的表现 不合祖先的心意 有的时候还稍微会找子孙的麻烦 有这些 为什么呢 因为鬼是有个性 有脾气的 他跟佛菩萨不一样 那所以 我们为什么 人生在世 不赶快去面对自己生死的问题 人生在世 我看很多老人家 他都会跟他的子女交代 他舍抱了以后 要怎么安顿他的骨灰 他要土葬还是火葬 他要放在哪里 那这个要找什么方向的 你与其花这么大的精神 去决定我要去哪里做鬼 那你为什么活着的时候 不好好修学佛法 解脱所谓的下三道 第一个是鬼道 百分之七八十以上的人 往生就做鬼了 在金刚新总词论讲 有德为神 无德为鬼 人生在世有很多的修德 有很多的功德 他会入神道 那没有德就在鬼道 那神道就是福报大一点 力量大一点 地位高一点 受人尊敬 神的等级高 就是对这个国家设计 地方群众有所贡献的人 这真正产生出功德的 他会入神阁 甚至有人给他修庙 或者他会被派任到哪边 做某某神明 护佑一方 但是鬼神道都不究竟 他都是有任期 有时间的 所以人生在世 去做了鬼神 在佛教徒来讲 这也不是可喜的事情 那再来讲 这个神道 境界高一点 就活着的时候 他有所谓的五戒 十善 他没有杀生 不会胡乱的杀生 就像我们 常常有法友了 他现在 虽然大家 我们这个台湾 已经是全世界 推动素食 普及率最高 吃素的人 最多的 全世界已经第二位了 这个是可喜可贺的消息 但是还有人 没有办法都吃素 包括地球暖化的这么严重 他也不愿意 加入素食的行列 所以在这种状况下 像这种渊渊相报 无形中造了这些命债的事情很多 所以有这个 没有吃素 难免就会结下杀业债 有杀生 有偷盗 偷人家 抢人家的 有邪淫的 有妄语 乱讲话 骗人的 还有 还有酗酒的 有犯这个的 就没有办法到天道去了 或甚至下辈子 连人的身体都没有 那我们现在有人的身体 觉得这个都很简单 很轻松 其实 这都是过去修基来的 因为我们现在凡夫 没有禅定的神通 没有办法去了解过去 我们怎么做善事 怎么做一个善人 或怎么修行 现在才有一个像宝一样的人生 可以活在这个世界上 你看这个地球上 无论是在草原上 森林里面 或者在水族大海中 这些众生都是有生命 他们都不是人 这个地球上人 就是跟这些众生比起来 人是算极少数的 但是人的福报 智慧比较高 所以应该珍惜我们的人生 不要让它堕落了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